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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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面白大帳簿 我是董萱 我是梗仙 我是沐森 我是阿亮 耶 大家好 我的手撕 沒有手撕 因為我們是做日式慢才搞笑的 面白的漢字其實就是面白 就是有趣的意思 那大帳夫呢其實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就是 有趣沒問題 對於做搞笑的我們 要有趣這件事 我們是期許自己沒問題 那大帳夫嘛 剛好我們四個就都是男生 所以有兩層意義 一層是有趣沒問題 一層是都是男生 其實一剛開始會做直男人生的 我們那時候從上一個劇團 離開的時候 準備要去當上班族 然後因為我們都不是科班出身的 所以 我們三個啦 對 我們三個都不是科班出身的 然後時候就覺得 當上班族的這個經驗 其實一般的舞台劇演員很難體驗到 所以其實上班族這件事 應該我們會比較熟悉 會想要寫出他們的心聲 因為那時候我們也不是準備要去 我們是已經在當上班族了 應該沒有其他的是 一邊當上班族 一邊做劇團的自動模式啦 對 做劇團一定就是專門做劇團 上班族就是上班族 同時做這兩件事我覺得就只有我們 所以我們這個特色 就是職場的職埃生 我們就覺得很適合當我們這個系列的名字 當初怎麼形成的 其實有三個階段 因為我是最後才進來的 最早的階段就是 我跟他是大學同學 然後我們在學校很喜歡做搞笑 畢業之後 有劇團在征選 要不要去征選 那個劇團叫余夢行業 然後我就跟他一起去征選了那個余夢行業的搞笑劇團 然後在那個征選會場遇到了他們 我跟我們前一個團員 戲追是歌舞同學 我們也是在那個時候去征選的 還有一個叫喬社夫 他們三個是歌舞同學 一起去征選 然後我們在那個時候遇到 我們是同期進去的 同一批 然後後來陸續我們就各自離開 然後他是最後一個離開的 對 然後他離開之後 我們就有約出來見面說 還是很想繼續做搞笑 就算脫離了余夢這個劇團 我們自己其實就可以弄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裡面 大部分的事情也都是我們在做的 寫劇本啊什麼什麼東西 行政啊 欸那我們自己弄了好 就辦了一個劇團 就是面白的起源 面白 那後來我們前團員戲追離開之後 在戲追離開之前 沐昇就有來客串我們很多角色 那後來我們前一個戲追團員離開之後 就變成是漫才少一個搭檔 他還有跟我們很熟 其實也是可以一起加入 來玩這樣子 為什麼會是漫才 我們的關係就是因為余夢新夜就是做漫才 所以我們進去才熟悉 然後才開始學 然後學了也喜歡 我們量是這樣子啦 那我跟西追是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就有看很多日本的搞笑節目啊 還有一些有時候YouTuber會有人翻譯他們的段子 我們就很喜歡漫才這種東西 剛好余夢新夜要徵選 所以我們就進去 然後就遇到他們 那個時候就已經確定是喜歡日式搞笑了 所以直到現在就設定好了 其實他現在就算加入 他也沒那麼日式 對 但是我覺得是好事 他也有很多台灣人會喜歡的模仿啊 台式中藝 先天的日式後天的日式 跟亂來的搞笑 對 加在一起變成是我們的觀眾的方向就會更廣 說到什麼男生帶女朋友看 結果女朋友愛上 結果看完之後 愛上我不行我老婆了 愛上女朋友就單身 但他很會說謊 極速第五集還有第九集 都有女生的來賓 他們在裡面是扮演上班族的女生 這樣又有女生來賓 我們就可以跟寫一些男女有互動的 第五集那個是辦公室練習 男女之間的發展 甚至有時候沒有女來賓 我們也會有自己演 反串 我們的直男生的職 有時候也不一定是限定在上班族的題材 我們其實都會擴大到所有的職業 比如什麼醫生啊 也算一個職業 消防隊什麼職業 像剛剛說的失眠 其實就是貼近人心 所以你來看的時候會很有共鳴 這就是生活的一個小細節 把它放大 比如說搬家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把生活中的題材搬上舞台 跟性別比較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們有時候是很想要創造一個就是 好像 這就是我朋友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我好像在看著我的朋友耍白癡 對 或者是我好像就在跟你們一起在這個場景當中 看到你們發生這麼荒謬的事情 因為其實日式搞笑很重要的就是共鳴 我們就是很希望引起大家來共鳴 那這個共鳴又是這種 啊對齁 啊會這樣齁 都不是大家都知道那種 第一年真的是斜槓在做 下班時間就來起劇本啊 排練啊開會 然後假日就演出 不過我們那時候的演出場是沒有那麼多 所以其實反而會有種興奮就是 我們籌備了兩三個月就為了這一檔 不像現在已經尋回了二十七週啊 或全台 所以當初的類我覺得比較像是一種 下了班來充電 然後做自己喜歡做的感覺 我們就在台北就開始辦演出嘛 啊辦演出我們一剛開始可能 座位數大概九十到一百人 那賣完了之後我們就會想要挑戰更多位子數 我們就會跑去西門紅樓看看 台北的演完之後我們又會跑到高雄去看看 就一直是這樣子 然後是直到我們跟威秀影城合作之後 他們一次幫我們拓展去五個縣市 大概是六個縣市 六個縣市 那時候我們才見識到說 原來我們在全台的票房 大概我們的程度實力到哪邊之後 我們才開始 每個縣市都去借適合我們的場地 然後去做巡迴 算是一個也蠻相信我們 因為那時候其實開的票房非常多 我們六個縣市總數是開四千張票房 對 那時候對於我們來講是完全名不見經傳 連YouTube訂閱數可能都還沒破一萬 然後就這樣開四千張 結果沒想到真的全部賣完 而且速度其實算蠻快的 然後就給我們帶來一個絕佳的自信 就覺得好像真的可以試試看 就在那個之後 他們就全部全職 我們就不再斜槓 就全部全職來做面板大張座 但也因為2019年10月演完威秀 然後確定全職之後 過了四個月 2022年的2月疫情爆發 2020疫情爆發 而且前面好像很多波折 場地已經敲好了 結果被拆了 十男三二的第一次演出的時候 我們找到一個不錯的場地 然後已經開放賣票 全部賣完 然後到了演出前一個月 場地方跟我們講說 他們場地是違建 然後被拆掉 快賣完了 因為現在每個人可能生活壓力 其實真的是蠻大的 然後可能上班壓力 上學也有壓力 我覺得我們的戲 可能沒辦法帶給你什麼省思 但是我覺得 我們應該可以帶給你 純粹的開心 就如果你真的覺得心情不好 請買一張票 我們的票價也不會太貴 但就進來 享受一下這個搞笑的饗宴 我覺得你的心情 或多或少就會打開一點 會從另外的角度去看待 可能你所面臨到的困境 或者是挑戰 看我們的戲算 你真的學不到什麼東西 可是你只要開心就好 對身體也沒有什麼副作用 沒錯 就是生活太嚴肅了 其實很多事情 也不必真的那麼認真的面對 輕鬆看 你就會有另外一個世界 我過得很苦 台上你更白癡 那我開心了 對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選擇的話 有些傷害人的你不喜歡 有些太實事的東西你不喜歡 然後生活上的短劇 你沒看過的 你就要來面白大丈夫 可能有些觀眾會說 可能你們出那麼多集 到底要從哪一集開始看 任何一集都可以看 因為我們每一集 直男生二到九 全部都是獨立的 甚至每一個直男生 裡面的六個段子 也都是獨立的 甚至你可能 某一個時間點 突然間 聽到了 進來看一下都OK 我們都精心準備了六段 少看一段 即時 不會有看不懂問題 是無菜單料理 喔對啊 少個前菜 真的缺了 最後甜點沒有 啊 對 沒錯 沒錯